娱乐圈有多现实 不火被人气的龚俊可以告诉你答案 龚俊还是无名小辈时 参加了一个品牌的直播活动 直播现场 为了工作特意装扮过的龚俊 非常积极的配合主播工作 可没想到 主播竟要求他趴在地上 做火城带货 还把商品放在了他的背上 即便是没名气的网红带货 也不会被要求做这些 更何况是一个明星 当然是对这一环节全然不知的龚俊 为了工作只好选择默默咽下委屈 之后直播结束 龚俊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发了一则动态 内容只有一个字 红 除此之外 龚俊在快乐大本营 也切实体会了一次 势力的娱乐圈 2020年 龚俊为宣传新剧 作为剧组唯一代表 参加了快本的录制 可全程下来 龚俊只在开场 充当了个报幕员后 就化身为背景板 直到何老师主动Q到龚俊 大家才注意到 原来的角落里 还有这么个无名小组 因为龚俊现在有一个剧 正在那个热播 后来山河令爆红 龚俊迎来出头之日 一跃成为了当红小生 时隔一年再上快本 龚俊成了C位主角 整场节目都围着他转 同场的胡夏 毛不易 孙怡 成了陪陈 这极大的反差 简直令人窒息 难道在娱乐圈混 不红就是原罪 我该被区别对待吗 一位网友曾在机场 偶遇龚俊 当时他并不知道 和自己一样 要办行李托运的礼貌帅哥 是个明星 只记得当时帅哥 非常绅士地弯下腰 轻声询问 是不是在这里办理托运 网友回复后 龚俊身后的工作人员 还十分尽职 友善地送给他一张签名照 并说 请多多支持我们龚俊 虽然不红 但没有自暴自弃 工作人员也始终敬业乐群 这样的团队和艺人 很难不和 果不起然 龚俊因山河令的热播 爆火 粉丝狂长千万 他为了奖励自己 把工作群名字 从18线艺人团队 改为了17.5线艺人团队 但他担心自己骄傲自满 没几天 又把群名改回了18线艺人团队 后面还加了一个括号 写着谁都不要飘 我感觉17.5线艺人团队 我觉得 你是不是成长了一点 但是过两天 我觉得不行 我们还是得不忘初心 我说实话 苦熬多年 终于爆红 龚俊因为自己临过雨 所以总想为别人撑伞 于是在成名后 落置快乐大本营时 主动把靠内的位置让给武艺 在创造营2021担任注目官时 龚俊也主动加班留下来 陪队员一起等待结果 把邓超吓了一跳 你怎么还在这 我也投了票的呀 我投票 那我想看一下结果 不过爆红虽然让龚俊的心徒 走起来顺畅了许多 但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困惑 私生犯时时刻刻的跟踪 跟机 甚至还因龚俊睡觉时 用毯子盖住了脸 在飞机上破口大骂 龚俊带着耳机都听到了骂声 估计被吓得不轻 因为长得太帅 被男同学送早餐 吓得龚俊连夜赶火车跑路 大学时 龚俊还因为四级没考过 被学姐残忍分手 不得不说 憨憨龚俊的学生时代 真是又残又好笑 龚俊还是个小财迷 说他的肚子只有自己能拍 别人不能拍 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的财运 吓了飞机走到一半 突然发现自己没拿行李箱 扭头就跑 粉丝的爽朗笑声 估计也是对这种场景见怪不怪了 龚俊在接地铁这件事上 也是不遗余力 每本剧本 他都像小学生一样 给他们包好书皮 拿着自拍杆拍照 还要伸手去点屏幕上的拍照按钮 在剧组时 龚俊买了个洗袜子机 因为自己觉得很好用 走到哪里 都要安利给身边的人 在节目上打电话 一番话堪称最近也打工人 怎么到时间了还在睡觉 再不起床 就没钱赚了 记者问他 对即将到来在2022 想说什么 他回答 找更多的钱 不得不说 小猜谜工具 你也太傻了